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6月26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俄羅斯的局勢 仍然是緊張 因為 華格勒集團的老闆 普利科金 說就說去了白俄 但是消息說他其實沒有去到 現在仍然 身處華格勒的軍營裏面 當然他的行蹤 是盛迷 華格勒的失蹤 或者失聯 另外 今早 莫斯科 官方電視台 即是俄羅斯官方電視台 發佈了 國防部長邵伊古 露面的消息 他其實 一段時間沒有公開露面了 但是現在 公開露面 俄羅斯媒體引述國防部表示 邵伊古在特別軍事行動地區 視察西部軍隊的進攻 指揮所 他在聽取指揮官匯報戰爭的最新報告 以及進展 表明 少伊古仍然是掌管國防部 現在 基本上可以說 普利科金 和普京的 協議 基本上 估計是沒有了道 又或者 普京已經反口 因為 這個 少伊古的露面 可以告訴大家 之前 傳出來的說他會辭職 又或者連格拉西莫夫一起炒油 這個只是普京的權宜之計 實際上 普京應該是反口了 不僅如此 現在同一時期 現在的俄國的FSB 即是 現在的國家安全 委員會 即是KGB 以前的國家安全 這個委員會 已經是大舉的搜捕一些有份參與 這個 例如進軍莫斯科 以及 佔領 羅斯托夫的 僱傭兵 他們對於這班造反的華格納 可以說是開始進行清算 這件事可以告訴大家 局勢 越來越緊張 而且 不僅沒有解決 還是以一個更加惡劣的方式 持續下去 現在我們就這樣看 整個俄羅斯的軍隊 基本上應該是 出現一個嚴重的分裂 而裏面的 應該是超過 兩個勢力 為甚麼呢 因為一方面是國防部長 少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的一班掌權的軍人 面對一班反對 或者對他們不滿的軍人 另外就是華格納 華格納其實是想爭取這一部分 即是說 不滿少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統治的這班軍人的支持 所以就發動這場政變 我們可以現在推測 這一場政變 突然間 收皮 坊間傳言 就是 普利科金的家人 被俄羅斯的特工綁架了 由白俄 盧卡申科出面 把他押去白俄羅斯 所以 他就說 變了調停人 實際上他是一個參與者 他是有份綁架 這件事 基本上 我覺得未必是 完全的事實 原因是甚麼呢 原因 就是 他應該作為一場 半變 你如果 沒有軍隊裏面 尤其是之前說好了支持你的支持的話 那就麻煩了 即是說 你本身想發動兵變 然後 一呼百應 那個支持 實際上 應該就是還有第三方的力量在這裏 以我們現在的正式分析 一定是有第三方的力量存在 而這班人 當初是答應了一起起事 即是說 我們 舉兵 我們攻上來 你們在其他地方配合 例如在陶拉 例如在 莫斯科的任何 可能是 南部 西部 北部 一起殺下來 我們共同 接管莫斯科 接著 把格拉西莫夫 消滅 或者 把他 黏住他的 控制權 接管國防部 等等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了 兆姨谷重新露面 而且在國營的電視台 即是官媒的 他們的喉舌 再出現一個強人的姿態 我還是國防部話事人 軍隊還是聽我指揮 意思就是說 他們當初的數字計錯了 又或者 數字沒有計錯 不過 預期的支持 是沒有出現到 即是說 說好了一起起事的 誰知道突然間你縮了 那個情況就好像當年的習近平 因為是去年 俄羅斯說 俄羅斯說 我要用烏克蘭 你要用台灣 大家一起出兵 結果 只有俄羅斯出兵 然後習近平不敢動手 那麼究竟 當時他們是不是已經說要一起動手呢 我覺得應該是 貿然怎麼會俄羅斯出兵呢 當然是為大家說好了一起出兵 對於國際的壓力 起碼 對於國際的壓力 起碼有人分一半 結果習近平出賣普京 沒有來到了 就好像大家 就好像大家看警費片 一群賊商量去打劫 大家一起 夾定時間10點 一起衝進一間金行 誰知道三個人衝進去 有兩個人不敢衝 一個看水的 在外面看定一點 然後還開車走了 那麼你說 你繼續搶嗎 當然要快跑吧 你繼續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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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情況 就好像這樣 我估計 為甚麼政變會突然流產了呢 其實 肯定是因為 他得到的預期支持 沒有 之前說好了那個人數 又或者 說好了一起作伴的將軍 沒有參與 或者肅沙 我們看到現在俄羅斯的軍隊 大部分都仍是掌握在 邵伊古 格拉西默庫 尤其是在邵伊古 因為邵伊古本身不是當兵的出身 他 是屬於出身於桃牙 桃牙共和國 即是中國稱為 唐魯烏梁海 他是一個蒙古人來的 那麽好了 邵伊古 做生意以往 他算是做工程生意的 後來就現在做了 不知道為甚麼他會當兵做國防部長 實際上他就不是 軍人出身的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可以 繼續還有下文 因為 國內其實分裂得很重要 還是 反對普京的人 也不少 或者不想打一場仗的人 但是邵伊古這班人 其實他們 戰爭反子 他們 當然 根據這個普利科金說法 就是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把一些假消息告訴普京 煽動普京出兵 而他 想侵略烏克蘭的目的 其實就是看了烏克蘭的礦 那裏的煤 各方面的資源 想去掠奪人家的東西 從中獲利 然後透過打仗 他也可以施吞很多錢 除了可以中飽私糧 將這些糧食 武器 這些資種 以及石油等等的物資 全部就貪污到自己的袋子裏面 死死俄羅斯的士兵 死死烏克蘭的人 他們就自己 中飽私囊 自己在那裏坐地分肥 好 當這個普利科金揭穿了他們的陰謀 或者大家其實也是壞人來的 普利科金都不是好人 他就聯同一些人想反對 想逐出一個政變 想逼迫普京就罰 普京呢 現在 其實看來 普京也控制不了這個局面 因為我們看到今天早上 少依股的露面 可以充分顯示 他仍然是掌權 但是問題就是普京沒有出現 普京沒有露面 現在會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 現在少依股已經協天子以令諸侯 已經把普京軟禁 他實際上是 現在的政權的 話事人呢 這個 不是零可能的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可能的 至於普利科金 他已經失了中 他知道到了白俄 一定是沒有用的 一定是被控制住的 白俄也不可能讓你 帶著大軍進入這個白俄境內 所以 估計他有機會成為一股割具的勢力 配合一些 譬如說跟他合謀的 南部 之前說過 在羅斯托夫南部戰區的士靈 有可能 他們是合謀 到時就把南部 變成一個割具力量 但是 在俄烏的前線作戰的 還有一批俄軍 現在是聽命於 少依股的 今天少依股就是去前線視察 這群軍人 應該是聽命於國防部 應該是效忠於少依股的 也就是說 少依股可能隨時跟他們發生這個激戰 雙方現在暫時好像沒事 但是我覺得 遲早就有了 因為 當現在的國防部 這個小依股出現 跟著 又出現一些 FSB 大規模搜捕這些曾經參與過政變的 這群士兵的話 隨時有機會再爆發 一場戰鬥 甚至正式啟動內戰 而普京一直都不露面 其實 有機會是他真的被控制了也未定 現在的 局勢 十分之混亂 十分之緊張 我覺得 這一場政變 遠遠是未結束 而且 可能只是剛剛開始 少依股已經衝擊了這個普京的政權 已經衝擊了普京的權威 獨裁者沒有了權威 其實就等於沒有牙老虎 不單止沒有牙老虎 實際上他現在控制不了軍隊 究竟能不能控制到呢 這個仍然是未知之數 因為你想想 少依股揮軍上去也沒有兵勤 他現在可能只是靠一班特務去幫他 以及現在在莫斯科的特警 實際上軍隊有沒有辦法調到上去呢 可能軍隊也不聽了 現在的最新局勢是我們分析員 接下來 其他更加多的資料 我們會再跟大家 隨時update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 多謝 拜拜